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今天又是一个阴天 天气还是非常寒冷 这是一个垃圾压缩车 垃圾压缩车这个打气棒不打气了 现在也发不了材料 只能修 看看修不修的好 好多年没有修过打气棒了 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垃圾压缩车打气棒不打气的话 什么都操作不了,刹车没有 然后 它后面的这些液压系统 也是靠气推油的 也操作不了 现在已经拆下来了 这个打气棒太老了,穿机油了 看得出来穿机油了 下面半截也是动不了了 只能够动上面半截 来看一下 这个磨片 把它处理一下 打整的干干净净 这样就装上去 你看一下这个穿机油穿的好厉害 全部是机油 你看这里面的鸡炭也是一样的 哎呀呀呀呀 看着好吓人啊 天呐 原车都一直没有动过 以前修的打气棒 它有这种钢片卖 可以换这个修理包 还有活摄环都可以换 现在 啥也没有 就只能够把它清理干净 装上去看打不拉气 好吧 装上去看打不拉气 还有个喷油嘴漏油 这个喷油嘴 哎这过年的 它这些垃圾压缩车 没办法工作不好干呀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小垃圾压缩车 这个真空助力帮也坏了 这个是刹车真空助力帮 油刹的 看到没有这个头子断了 然后它里面是哪里断的 里面是土类柱断的 来看一下 那土类柱 已经掉出来了 看到没有 土类柱已经掉出来了 这个土类柱断了 土类柱断了之后 这个土类柱断也打断了 现在也修不了 没有材料 啊怎么搞怎么搞 这里就摆着两台了 然后那边还有一台打不着火 那里有台 打火太困难了 嗯 今天就把这个打气棒修完 再看一下 我们把它清理干净 装上去看能不能够打气 那这台车的话 肯定今年是动不了了 因为 土类柱断了之后 要拆发动机才能够换 因为它前面是正式链条的 前面所有的东西都要拆完 而且现在啥也没有 修理包也没有 台内也买不上 好 先搞打气棒 现在把这个 打气棒的磨片上面的集炭 给它清理干净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 现在装上去看一下 我估计效果不是太好 这里面清理掉 不是太干净 因为它这个 活摄环不行了 那个活摄摇头了 先清理来看看能不能够打气 如果修一下能够打气 能够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要不然的话只能换打气棒总成 因为这种修理包现在也没有了 都是卖总成的 很多年前我修 现在基本上没人修这个东西了 好吧 清理干净装上去 试一下就知道了 现在把这个打气棒这个上面的盖子装好了 马上打到火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气 之前是这个出气口是直接没气出来的 把手指就堵得住 很小很小的气 好多年不修打气棒了 在26年前经常修 现在的话肌肤就是换 活摄环也没有啊 换副活摄环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好吧 打到火来试一下 把那口堵一下 感觉比之前好一点 压力没有那么大 有气出来 先前是直接这里气都不行 先给它装完 到时候看看他们能够用的话就用吧 没用就只有等到过晚春节买新打气棒来换了 气儿打得非常慢 修了一下 反正比之前好一点 好装完 装完 把那个朋友队漏油处理一下交车 看看能够用多久算多久吧 过晚年才能够换新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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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